这个冬天哈尔滨引发了一场全国农业特产大谋的 大家都对自己家乡的特产目瞪口呆 难道特产就是特地瞒着我生产 这国浪潮还掀开了中国养殖业低调秘密 西方的顶级食材鱼子酱 现在70%都是从中国买的 四川亚安就占了12% 我们中国人不吃鱼子酱 但搞养殖那是别人比不了的 中国鱼子酱产业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呢 这里是万五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西方人心中的世界三大真凶 是鱼子酱 法国鹅干和黑松木 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 通常只出现在高级的西餐厅中 这并非偶然 而是与其原材料 制作工艺和稀缺性等因素都密不可分 鱼子酱的制作始于优质鱼卵 这些卵来自特定品种的鱼鱼 而鱼鱼的生长高级很长 通常需要8到12年的养殖期 一般来说养殖7年的只是入门级 9年的风味更航 10年 15年 20年的鱼子酱 会随着鱼鱼养殖年份和制作工艺的不同 而身价倍增 这意味着从鱼鱼幼苗到产卵 整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而养殖鱼鱼的前10年基本是没有利润的 鱼鱼的养殖对水质水温等环境要求极高 这使得鱼鱼养殖成本相对较高 其中野生大白鱼鱼是世界上产出最珍贵 最稀少鱼子酱的鱼鱼品种之一 大白鱼鱼在鱼获量中的占比维护其位 每年的捕获数量不到100位 仅占鱼鱼总捕获量的2% 这极低的产量主要是因为大白鱼鱼生长速度缓慢 成年需要18到20年 完全成熟的个体大约在60岁左右 其寿命之长可达百岁 这些百岁以上的大白鱼所生产的鱼子酱 拥有绝佳的口感和品质 珍贵的程度可想而知 正是这样 时间的沉淀使得每一颗鱼子酱都承载着岁月的积淀 也让鱼子酱成为一种珍贵的奢侈品 制作鱼子酱是一门复杂的工艺 需要在15分钟内完成包括鲨鱼 剖腹取卵包扮演装罐等17道工具 基本还是手工操作的 在鱼鱼的产卵期 通常有经验丰富的工匠 将鱼卵从寻鱼腹中谨慎的提取出来 以确保鱼卵的完整性 提取出的鱼卵需要进行仔细的清洗 剧除残留的薄膜和其他杂质 这一步是确保鱼子酱干净纯粹的关键 接下来鱼卵会被放入盐水中进行自制 盐渍处理的目的是保鲜和提高口感 盐的浓度 浸自的时间和温度 都是制作过程中需要精确掌握的要素 制作后的鱼卵会经过人工分析筛选 工匠会仔细检查鱼卵 确保其外观和品质完美 并且将不同大小的鱼卵分开 这有助于保持鱼子酱的均匀颗粒和口感 处理好的鱼子酱会被放入密封容器中进行储存 鱼子酱的品质会随时间而提升 因此有些高级鱼子酱会进行长时间的储存 就如同陈年家样一般使其更加醇厚 在使用前鱼子酱还需要经过最后的处理 比如添加一些佐料调整盐分浓度来确保鱼子酱的新鲜度和口感 人类吃鱼子酱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俄罗斯和中东地区 俄罗斯的鱼资源很丰富 也让鱼子酱成为俄罗斯皇室和贵族的美食之一 通常在重要的庆典和宴会上享用 也促进了鱼子酱在国际上的声望 鱼子酱在中东地区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古代波斯帝国时期 人们就开始在宴会上享用鱼子酱 中东的贵族和富商们将鱼子酱视为奢侈的美食 常常将其作为珍贵的礼物 汇赠给重要的客人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鱼子酱在中东仍然是高档餐饮的代表之一 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鱼子酱成为高级餐厅和豪华宴会上的独特美味 鱼子酱与香槟或干白葡萄酒是经典的搭配 搭配烤面包奶酪和意大利面一同食用 也是很经典的鱼子酱菜式 在一些亚洲菜系中 鱼子酱也被用于搭配生鱼片 寿司或刺身 这样的搭配既保留了鱼子酱的原汁原味 又丰富了生鱼片的口感 为了避免破坏鱼子酱的原始本味 常常使用鱼骨勺或贝壳勺做餐具 而为了纯粹的品味鱼子酱的味道 人们还要把一小勺鱼子酱放在虎口 用体温稍稍加热这些鱼了 据说这样才能尝到最本真的鲜味 全世界超七成的鱼子酱都是中国出口的 西方的顶级食材鱼子酱 中国人却不怎么喜欢吃 因此很多国人都不知道 中国作为鱼鱼的故乡之一 近年来在鱼鱼养殖和鱼子酱产品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因为没有食用和制作鱼子酱的传统 中国的鱼子酱是怎样一群凸气横扫全球的 根据中国鱼业统计年间的数据 2003年中国鱼鱼养殖产量只有1.1万吨 到了2020年鱼鱼养殖产量就已经增长到10.4万吨 2014年中国鱼子酱的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0% 而在2019年中国鱼子酱的产量就已占到了全世界的70% 成功抢占市场份额 导致欧美市场鱼子酱价格一落千丈 现在中国能实现大规模量产鱼子酱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 成功攻克了鱼鱼在人工养殖环境中的生存和繁育难题 鱼是寻形木寻壳寻属的鱼类 也是世界上现有鱼类中体型大寿命长最古老的一种鱼类 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两亿多年 是淡水中公认的活化石 通常分布于北半球的海洋和河流中 对水质要求十分严格 喜爱生活于流水 荣氧含量较高 水温偏低 抵制为历史的水体环境中 鱼的人工养殖难度很大 它们极容易受到如寄生酮病、真菌性疾病、细菌性疾病 以及营养缺乏、敌害生物等情况的影响 繁殖过程相对来说也很复杂 通常需要模拟自然的分支条件 包括模拟回油、筑巢、产卵等环节 这对养殖的相关技术和经验要求都很高 生长周期也很长 在四川亚安天泉县 冷水于现代挪业园区 2022年生产的鱼籽酱为50吨 占据了全球12%的市场份额 2023年产量增长到60吨 主要出口到欧美、东南亚及中东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之所以一个县城能有这么惊人的鱼籽酱产量 主要是因为水质好 亚安地处内陆腹地 背靠二郎山 水质一直稳居全国前列 还有高山野牛的冰雪溶水 这种优质冷水源很适合鱼的养殖 在此基础上 四川亚安的鱼养殖户不断摸索投入研究 通过建立大型的鱼养殖场 和现代化的鱼子酱加工厂 实现了对生产环节的规模化管理和优化 提高了生产效率 随着国际市场对高品质鱼子酱的需求不断增加 四川亚安乃至陈中国的鲜鱼养殖业 都抓住了这一机遇 将鱼子酱出口到国际市场 让中国鱼子酱成为全球市场的主导者 这也可以证明 只要中国人愿意 再难的农业难题 被攻破也只是时间问题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五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